《芋頭》 今年《進念》的主題是 劇嘗試一個芋頭 我今天才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芋頭 這個主題是給我的朋友 胡亨威的興奮 但我有一想 音樂是否一個芋頭 芋頭是 你芋頭賣甚麼藥 我就想 其實芋頭是甚麼都可以 所以今年 我年初拋了一個想法 說阿威爺 不如我們做一個演奏 叫做《芋頭》 對我來說 每一場演奏 每一個音樂會 都是一個芋頭 我們觀眾來到音樂廳 聽一個人演出的時候 你不知道這個芋頭 是甚麼藥 這個芋頭 即是演奏家家靖 究竟是甚麼芋頭 這次又是甚麼藥 對我來說 《芋頭》是一個 我去年開始少少接觸的東西 可能是娛樂 亦都是一些中國哲理的 一個 understanding of life and nature 簡單來說 當然是金木瑞課徒 大家都知道 我就無端端想起 我有些音樂想彈 但我不知道怎樣拼湊 拼湊他們一齊 我就覺得 可以用五行這個概念 簡單來說 是由肚開始 因為肚是萬物之源 肚是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整個音樂的流程就是這樣 我會用兩個 實在的所有音樂之源的 兩個作曲家 斯卡拉特和巴哈 因為他們的音樂 全部都是每一個小小的 一個block 去組成 如果你有聽過 叫做前奏與呼駕曲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小的一個 element 就好像一個carbon 一個element 去建造整個音樂出來 所以其實也挺合適的 我通常每一個 每一個屬性 我有兩個作曲家 或者兩首歌 為什麼呢 就是這樣一個樣一個音 好了 土生金了 那麼 在土裡面 塗了一些金出來 金就很有趣了 因為這場concert 其實我是特別想彈 比較多的現代音樂 因為其實我平時其他program 不是那麼容易 擺到現代音樂進去 這一次也很有趣 我想到這個Pierre Boulez 的一首歌 它叫什麼很有趣 它叫12 Notations Notations 在音樂裡面是什麼 Notations 其實就是說 我們用什麼去寫譜 譜 其中一首可能是 或者是短音 或者是pedal 或者是切分音 不同的東西 它就是這首歌 叫12個Notations 也有一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 天干地支 地支也是有12個地支 知秋人貌 神志五味 身有出海 那是12個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去到21世紀 21世紀是Digital Age 所以在現代音樂 他們思考音樂的時候 是以前的 以前可能是從故事背景 或者是emotion 或者是一個form 或者是一些故事 或者是比較romantic 或者有個神話的背景去寫一首歌 但是這個不是 是純粹是 我可不可以計算出來 都可以這麼說 是計算出來的音樂 那就是Digital 那我覺得 是可以顯示到 音樂是可以代表到 這個世界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年代 人類思考的方式 也都是在這個屬性裡面 代表著 金是怎樣可以 apply到我們現代的社會 好 好了 那後來的PWIS 12 Notations 金是新水 特別是 今年有一個傳奇的大師 版本論一 和世 威爺就跟我說 他想有一首歌 是向他致敬的 在版本論一 那一場 最後的Live 他也是用了 我忘記了是否中國的 但他也是有火 有木 有水 有土 去Earth 這些元素 去創作他最後一場 而在他的水那一段 他就做這首歌 Aqua 即是水 除了水之外 Sakamoto 其實在他的創作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他以前都是很研究 很多的Task music 那我就會選擇了一首 另外一首 就是Debusy 的Reflection on the Water 古名思義就是About 水 水也是一個很重要 在你可以說 印象派的法國音樂裏 做了很多的歌曲 都是關於水 水是深目的 我覺得我們講起 中國這麼偉大的 它是一個這麼傳統 這麼重要的 一個宇宙觀五行 我覺得應該彈一些 中國歷史背景 重要的歌曲 有兩首 其實第一首叫做 望春風 是一首很出名的台灣民謠 第二首 大家不要笑 是這首叫梁竹 為什麼是梁竹呢? 因為人貌 在地之木裏 貌其實代表村莊 也代表著樹木 草 其實也代表著很多人 人走來走去 其實也代表著人的故事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都是貴貌 今年是貴貌 年來的 所以我選了梁竹這首歌 有點不貼切 必須說 因為彈完Debusy 彈中國歌 合不合 又不可以說不合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Debusy 這首歌本身 也有很多歌曲 是影響了 被日本的畫 或者是他去一些世界博覽展 看到的東西 東方的東西 而影響他的創作 所以我不可以說完全不拉加 然後彈完中國歌曲 最後去到木薪火 火就回到一首很特別的歌 我擺放俄羅斯族歌 Skrabin 那首歌的名字 Veklaflame 意思真的叫做 Towards the Flame 火是一個很重要在 Skrabin的音樂中的形象 當然所有音樂都是 你可以說想像出來 或者是一個形象式的東西 你可以說不像 不要緊 但是那個inspiration 就是那個flame 那個火 最後 最後我需要選一首歌 是把整個program統一 所以我直覺上 就選了 李斯特的序斯曲 第二首 那首歌 我不可以說它特別是火的 但我會形容為它把所有的element 把整場concert 所有你聽過的東西 在一首歌中 綜合了它 那這個大約 一個小時多一點的concert 就是我的五行讀就會 王家靖 元朗劇院演藝廳 8月18號星期五 五行金木薪火套 音樂會 8月19日